151刮弧中自串这个范例做个延伸 所以一个刮弧比较简单 而且刮弧的种类可能要特别注意 151的刮弧它是一个半型的刮弧 然后152的这个刮弧是全型的 那全型跟半型特别注意完全是不能视为一样 因为它两个是把它当成是不同的 所以特别注意全型跟半型 那上个礼拜我们好好提到 如果你要把全型转半型或半型转全型 那在Excel里面就会有一些函数 是提供给我们做一些转换 还记得吧 在文字的类别里面 就有ASC好像就是刚好是全型转半型 BIG5的话是半型转全型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函数 那也就是每一个函数它都有它的用途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把这个Excel的功能 彻底了解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你一定要彻底了解Excel里面所有的函数 因为一个函数就代表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老说真的 这么多个总共多少个呢 目前官方的说法是400多个 当然我们这个版本如果2019大概400多个 那如果最新的可能最新的版本 比如2024的版本可能就500多个 那这个函数的数量它会一直不断增加 可是呢如果你新的版本的这个函数 你不能用在旧的 就是旧的没有这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用新版本的函数 你换到旧版本的话 那那个函数就会出现错误 那怎么办 除非你要买新版本 OK那也不合理啊 如果你一直叫你升级 那如果又更新了 那一直叫你升级 那不太可能 因为你要花钱吧 因为这个软体是要付费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也要特别小心 你假如说你希望呢 每一个电脑都能够使用的话 因为有的电脑里面的版本 可能是比较旧的 因为很多公司 其实它这个地方是精打细算的 它不可能说每一台电脑 都给你用最新的版本 以前买过的像甚至2007的 甚至还有一些电脑 还是还在用2007的 已经过这么久 2007快20年的 对不对 那它因为它毕竟是可以一直用下 因为它有买这个授权嘛 那现在不能随便灌那盗 你说随便你就给它灌一个最新的 不可能啊 你如果没有版本被抓到 哇那至少罚500倍 OK基本上嘛 规定大概就有个 供定价是500倍 如果你一台 假设一台盗版 是1万块好了 你一台就500万 你如果公司有10台 5000万 不过有些小公司可能拿不出5000万 应该就直接倒闭算了吧 所以有时候那个抓到版的 它就是会跟你协商 看你要怎么怎么办 或者是你意识一下 反正不能让你倒嘛 但你要付点钱是一定要的 而且它有那个 什么 吹哨者机制 就是告密 就是你告密有奖金的 比如说你发现你们公司用盗版 你可以检取 匿名检取 它会开搜索票 搜索票直接进来 完全就让你不要动 把你的电脑搬走 然后看多少台 马上就检查出来 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公司会想说用到 因为你这个根本风险太大了 所以宁可干脆付一点钱 现在office的授权方式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买断的 比较贵 可能是office全部好了 假设 我不知道现在行情多少 之前大概一套是一万多两万块 算两万块 一套两万块买断 另外一种是订阅的 比如说你订阅的话 一台的话是三千 一年 你就看说你哪个 不过目前好像慢慢都走订阅制 有没有 线上订阅 你就每一年时间到了 那你就再付个钱 甚至还有一些学校 学校现在是整个学校就是付一个 所以只要是学校的师生 他都可以用账号密码登录 直接使用office 因为学校已经付钱了 如果你有学生身份的话 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 OK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用订阅的 OK 好 那所以呢 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是针对 就是转型 所以建议 有空的话你就是把这些函数 那底下都有说明 你就稍微看一下 你至少知道说 每一个函数 他能够用的地方在哪里 他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那如果另外啊 你说老师那我看着有 有看没有懂 有些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那不然的话你就是底下有函数说明 也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像这个 concade有没有 你不会的话按一下函数说明 他一样会跳出一个函数说明给你 这个就官方的说明书了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过他这个写法实在是不是很友善 有没有你会发现他写什么 concade 然后这边有写 他什么 他这个是针对 第一个这边好像是针对版本 有没有 concade是可以针对到2016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2016以前的 可能就没办法用 那如果你刚好用了 那很抱歉 没办法实行 会出现错误 因为他就找不到这个函数了 然后其他的对 他说为了让什么 他用这个 所以如果你用concade的话 那你可能不要用concade 你要相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OK 然后他这边还有讲什么订阅的 OK 所以 版本的话呢 像我们如果是office2019 其实他现在都叫office365 后来我记得好像官网又说 他现在office365又改名 叫Microsoft 365 实际上好像应该叫做Microsoft 365 那为什么叫365 其实这个意思应该蛮好理解的 因为他365天就收一支钱的意思 因为他订阅 OK 不过这是我乱猜的 因为我看365 365刚好是365天收一支钱 因为订阅的话就一年订阅一次 那现在很多软体慢慢都走订阅制 也就是他就是不买断 然后呢就一年一年付钱 感觉好像收保护费的感觉 一年到你就收一个保护费 OK 然后底下的话使用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concade的话 就是把 TST文字 第一个文字第二个文字第三个文字 就是把所有的文字串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串好几个文字的话 其实除了用M的符号之外 你也可以用concade 哪个好呢 其实就看个人 我就觉得这个多死一举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你要把很多个字串 串在一起的话 可以用concade 然后他有些什么注解 如果你的 字数不能超过这么多字 如果你假设你给他的字数 超过三万多次的话 他会出现 净倍率错误 OK 他有限制 然后当然你要使用的话 如果你看得懂他的说明 其实你就可以 比如说我想要把什么 把几个字串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用concade来做 像那个我们第一个范例 那个手机 手机函数123 就用concade 比如说你可以 把好几个串在一起 那就concade OK 其他这个我想各位可以 不妨再试试看 有空的时候 当然了 如果以往 以前没有那个chargept的时候 真的你就要很认真 那现在有chargept 有时候就是 你也不用记太多 反正你就直接问那个chargept 我的问题是什么 请你帮我找出最适合的函数 或者推荐我用哪些函数 他也会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觉得比较聪明 因为以前真的要很认真 彻底的把它看过 但是说真的 谁有那么多时间 看这些东西 真的我还以前 真的还很认真的 把每一个每个都看过 所以我就脑袋里面 就记得 哪一个函数 大概可以用什么 那以后遇到问题 我就马上知道说 用哪一个会是比较合适的 不过当然这个方法 毕竟不是太有效率的学习 我觉得 而且你记得了那么多 有时候也会忘记 所以现在应该要 学习的方式应该就是说 有些东西你只要记大方向 或者记使用规则 其他的你可能太多了 我觉得记不起来的话 那倒不如 你就用AI的方式提示你 这样也是比较OK的 所以上个礼拜第一个 就是我们把那个全形半形 等等的这些问题 利用这个范例 后来的话 我们有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说 如果我要把它剖析出来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函数来完成 写个公式 可是如果你写公式 变成你有长框高 变成你要写三个公式 做三次 那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如果你用三个公式来完成 其实也蛮麻烦的 OK 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写VBA的话 也变成你要处理三次 我是觉得不聪明 后来我发现最聪明的办法 就是说 你先把范围选起来 你要切割的 你要剖析的 再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剖析里面的固定宽度 你就可以把它剖开来 然后最后的话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只要跟他讲有三个 你跟他讲左上角的那个起点的储存格 他就帮你把结果丢过来 OK 这个应该上礼拜我们也试过 那最后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VBA的话 后来我好像有补充一个 就是用那个录制聚集 有没有 所以哦 除了用 用CityB可以帮你写VBA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那个录制聚集 其实我上有没有特别解释 就是可以把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记录下来 转换成VBA的程式 OK VBA 那VBA的什么程式呢 VBA的SARB程式 所以其实你这个地方SARB 跟这个聚集 其实聚集 你直接就想到SARB就好了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录制SARB就好了 不过你会把一堆名称 所以以后你看到聚集 你直觉就把它转换成SARB SARB应该有印象 我讲过VBA两种形式 一种是Function 有没有 就是可以自己写制定函数 那一个是SARB SARB其实就对应到一个按钮 有没有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按钮 你就写一个SARB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看到聚集 你就直接把它转换成SARB就可以了 应该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SARB基本上就是聚集 聚集就是SARB 另外 但另外SARB有时候 它出现的聚集名称 它不叫聚集 有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 它有时候提供给你的叫什么 VBA的 它出现的是对岸的用语 所以以后你看到那个什么VBA的 对岸用语聚集叫什么 它不叫聚集 不是啊 没看过 没办法表示你SARB相处的不够多 所以你要常用一下 特别以后如果你看到宏大的宏 宏大的宏 其实就是对岸用语 宏大 它一个字代表两个字 所以对岸叫聚集 它叫做宏 所以以后你看到什么VBA的宏 你会觉得怪怪有什么宏 宏指的就是聚集 这个因为SARB里面 很多的资料都是来自对岸的 所以很有可能你将来看到的资料里面 会有宏这个字 如果你看到宏就 这个资料应该来自于对岸 然后指的就是聚集 所以你把宏这个字直接翻译 叫做聚集 这样你就懂了 不然的话一头雾水 什么VBA的宏 这什么东西 所以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会写某些程式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录制的 录制我前面讲过 你第一个 当然就彩排一下 所以我们不是有1 2 3 所以录制聚集前 请切记你要先把步骤先练熟 再来录制 你不要乱录 因为乱录就一直NG 一直NG 那我讲过嘛 录制聚集就是把你滑鼠跟键盘的任何动作都会记录 哪怕你是做错的动作 它也记录下来 自动帮你转成VBA的层次 OK 所以特别注意你不能够做一些错误的动作 第二个我是建议 录制聚集的时候 我是建议尽量不要用滑鼠的动作 如果可以的话 你用键盘动作 OK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键盘动作很多时候会固定位置 假设我们第一个动作不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滑鼠选的话 它永远就固定B2到B8 那我上里面好像用一招 我建议一定要记起来的 还记得吧 快速组合键 我讲过一定要记 如果你不记 你不要说你会用Excel 如果你还在这样选 表示你是外行 OK 如果你比如说按快速键 就是油标放B2 Ctrl-Shift向下 有没有一选就选到底 如果你资料是很下面 比如一千两千三 一万好了 它一下就OK了 可是如果你用滑鼠的话 你要选到一万 哇那你要选多久 所以你看有人在那边 一万了吗 还没 按住不要放 一万了吗 还没 到了没 还没 我跟你讲 这实在是太好笑了 OK 你说你会用Excel 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太太没效率了 所以记得这个Ctrl-Shift向下 这个一定要记的 但如果你有右又有整个不是只有一栏 很多栏就Ctrl-Shift向右再向下 它就整个选起来 这个一定要记的 我是觉得这个不记感觉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不会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就把动作录下来之后 最后其实就可以用聚齐里面执行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好像就是把资料剖析动作录下来之后 然后就录了两个 记得我们这边的话就录了这个两个 叫资料剖析跟清楚 不过因为我开了151 它151也会过来 所以我把151的这个关掉 这边有出现151的档案 里面也会出现 所以151这个我把它先关掉 它有的时候会把另外一个这个档案里面的聚齐 其实就Sub也把它叫过来 所以我把这个先关掉 把它处存 OK 那你会发现聚齐里面也会就是这两个 OK 那当然我上一半有讲过 如果你有两个这个聚齐 其实聚齐就Sub 所以我按编辑 或者到Visual Basic 也可以看到程式本身 有没有这边就跳出来了 那一样呢 它会帮我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我的这个模组里面 不过你会想 老师那之前我们自己写的时候 不是会写在Module 1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边会多一个Module 2呢 OK Module 1 Module 1是之前那个Charlie B写的 Module 2的话呢 是我们录下来的 字太小还记得怎么做 工具有没有 选项 撰写风格 字放戴一下 不然这样看着就很痛苦 OK 如果有点老话 同学应该看着 可能眼镜都想要脱掉 因为 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人在那边看东西 就一定要把眼镜拿下来 表示很老话 OK 好 那跟各位讲哦 如果你是用录制聚齐 它会先做什么事呢 它会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帮你把它的程式 分别 录一个就是一个Sub 录一个就是一个Sub OK 所以哦 如果你在录制 有可能它会再插入一个新的Module 可能是Module 3 在录制有可能会一直增加 那你说老师那可是我是觉得 好像Module 1跟Module 2里面的程式 分开的话有时候找不到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当然可以哦 OK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说老师我这边有两个Module 好像两个放一起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减下 Module 2的程式减下 直接放在Module 1的下方 这样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 那这个就是Charty B写的 这个就录的 OK 这个把两个模组合并在一起 那你说老师我剪下来这边空的 这个不要可不可以 可以啊 按右键 不是可以移除对不对 你把它移掉就好了 要不要汇出不要 OK 这样子就轻松了 对 主要是说啦 这样好处是说以后哦 不会有太多的Marge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哦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一直一堆的Marge 然后常常就是 哎 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 然后甚至呢 有些已经做过 他找不到 找不到又重做 然后变成又重复 重复又发生错误 因为在那个 VPA里面的这个名 SUB后面这个名称 有没有 你不能有一模一样的 如果有一模一样 他会跳说 哎 这个名称重复了 不行 OK 所以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当然你 你如果是很资深的 那没话讲 你可以 按照你的方式 你说老师我以后要放很多Marge 可以啊 没问题 但是你要确定找得到 你不要找不到 那麻烦了 好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录制的结果 有没有 我们后来好像有加上注解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加注解的话 你这个 这个程式你会看不懂 但是你加了注解之后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 上个礼拜的彩排就三个动作 一是把游标放在B2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叙述一下 游标放在B2 二的话呢 就是Ctrl加Ship加向下 有没有 向下 三的话就按一下资料剖析 做这些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个程式 就会有 有没有 有注解就很清楚 当然啦 我这个注解 重点第一个 一定是单以号开头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如果单以号开头的 表示 这个所谓的注解 第二个的话 它是绿色字 那你说绿色字 这个会 会不会是 影响程式 我跟各位讲 完全不会 注解是写给你看的 参考用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把这些删掉 完全不影响 OK 所以特别是 如果是单以号的 表示说这个不是 虽然它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但是不会被程式执行 我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然后至于要写什么 像我是写很精简 那你说老师 我要多写一点 可不可以 像之前有同学 就是把它当笔记一样 就是有些地方你不太清楚 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 把它写详细一点 甚至呢 你可以把这些当成是你将来学BBA的一种方法 一种手段 途径 因为有些地方你说老师 程式我不会写怎么办 没关系 用录制的 因为录制完之后 你就会产生BBA程式 那你可以把你写出来你不会的部分 录制 再跟你会的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 拼拼凑凑 就骗出你要的效果 本来不会的哦 其实也变成会的 只要他能够用滑鼠跟键盘 做出动作 就会产生程式 那就会产生程式 那就会产生你要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一整天做的事情 有没有 只要是滑鼠跟键盘能做的动作 通通可以转换成BBA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一键完成所有事情绝对不是不可能 太有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聚集就是把你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通通记录下来了嘛 那剩下来就是你一整天在做的事情 你一整天在做什么 就滑鼠键盘嘛 对那不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SUB 那你说老师可是我一整天做很多事 没关系你拆开来 第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段落你就弄一个SUB 第二个段落弄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再把这些全部的SUB串在一起 可不可以啊 就这样就可以把它执行 其他像清除也是一样 游标放C 有没有C 清除的话好像是 先让它输出嘛 然后清除的话是游标放这边 Ctrl向右向下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向右再向下 然后最后按Delete 就可以把这个范围清掉了 OK 好像上个礼拜有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输出的时候 它会出现那个 我先清掉 它会跳这个了 这里已经有资料 是否取代 那这个东西叫做Alance 所以如果要让它关闭的话 有没有 我好像写了一个叫做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指的就Excel Excel的物件就是Application 它里面有一个 设定词 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是用猜的 我想说要不要显示就是Display 所以 那那个跳出来那个东西叫Alance 那我就是找到这个设定词 那这个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 实际上专有名词叫属性 属于的属的 性质的性 不过有时候讲属性 我自己以前看属性属性 我觉得这什么东西 属性 其实白话意思就是设定嘛 设定词啦 就是有点像控制台一样嘛 你要做什么样的设定 然后要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后面加一个等号 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跳了 所以我们在执行一次的时候 没有 它就不会跳了 这样感觉蛮好的 有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 只要知道有哪些功能把它关掉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个把它执行 那最后呢 如果你有两个Sub 有没有 其实有两个聚集 有没有 然后呢 要变成两个按钮的话 有没有 这个可以对应到这个 这个可以在 这个上里面有讲过 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 就是把这个多做几遍 那工作里面如果这些都OK的话 我觉得还蛮好的按下去 清除 这样应该感觉蛮不错的 不过你刚开始 当然不要做太复杂了 一定会失败 因为真的 有中西其实是可以 但是因为你现在 学的还是很简单的 你不可能说你一下就跳到 就像爬山一样嘛 你现在才三脚下 那你一直说啊 山很高 对 那当然你就要慢慢爬了 你不可能一下就跳到山上 OK 所以你的路有点还还蛮慢 但我是觉得方向已经告诉你了 怎么做 其实 其实蛮清楚的啦 剩下就是我建议 各位平常没事就是 多路字去一起看看 路字的时候特别注意 你不可能 不是随便乱路字 而且切记有一些步骤的 一定要先把它彩排一下 录完之后确定没有问题 记得加上注解 加上注解之后的话呢 再加上按钮 有没有 那这个都是每一个 每一个固定SOP 一定要很精确 你不要很急躁 马上想要把它一次就全部做完 那你一定会处处都是发生错误了 不用急 但是一定要把步骤写下来 OK 这样你就会做得很顺畅 所以像我的奇怪是这样 反正我是很按照那个step的 有没有 所以我每天每天 所以我甚至我每天的行程都很固定的 有点像火车时刻表 几点几分做什么 做什么 但我发现捷运其实也有时刻表 而且都还蛮准的 因为我现在都固定时间 做明权西路过来的那个52分的 有没有 他时刻都固定 所以我离开 下午我下课之后 做这个3点14分的 分秒不差 真的 所以你只要时间算准了 然后中间可能 比如说现在那个明权西路不是在转程吗 那就会有五分钟转程 所以那个时候五分钟 我就一定会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不会笨笨的在那边站五分钟 OK 等到车子来了 那我再上车 这样其实感觉也蛮好的 那就善用空挡时间 反正没事 现在手机很方便 蓝牙耳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以前蓝牙很 很多会 有的时候连着到耳 现在不会 我发现蓝牙很厉害 而且如果你有多个装置 他也会自己切换 而且 你一个蓝牙耳机 一整天 不是一整天 很多天都不用充电 你都忘记要充电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好像已经都还蛮稳定的 那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些重点再复习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再开另外一个练习题 在我们综合练习题里面这边有一个101这个 那你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如果你们 如果按照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你应该可以把答案做出来 其实就是把逼蓝的资料提取汉字 意思就是如果里面这边有中文字把它放到逼蓝 这个不是瓜佛 这个就分有中文有英文有数字 实际上甚至你可以改一下提取汉字 这边可以提取英文 这边提取数字 有没有 那怎么做 这就难了 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固定的符号 而是说你要把它区分中文、英文、数字 如果你不会的话怎么办 难不成你要点两下 选起来C、C、V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做 只是说这有效率吗 这样非常没效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到复权了